我就是不拍…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村的千千 今天要來拍我們很久沒有拍的 想買QRTA受傷害的系列 順便結合一下我們的100系列 因為100系列好像也很久沒拍對不對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就是 我在這 我還在喔 等一下… 去哪兒 我今天要來開箱這個 這個是柯克蘭冷凍天婦羅炸蝦 因為我今天去逛好市多的時候 我本來是想要買它的那個雞肉派 可是他說已經沒有在賣了 然後我就逛著逛著就看到這個炸蝦 可是你們一定想說 我之前拍過炸蝦 為什麼還會想要開箱炸蝦呢 我跟你說 英國有被它的價格給吸引了 它一盒呢 30隻620塊 所以平均一隻蝦是20塊 我想說一隻蝦20塊 究竟裡面的內容物是什麼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盒裡面 它上面有標示說 裡面有天婦羅蝦跟天婦羅蘸醬 原產地是越南 它的烹調方式是烤箱預熱 它可以一樣也沒有用炸的耶 加熱不是用炸的 為什麼天婦羅蘸 現在不是用炸的 好不然就是先這樣 它的加熱方式是用烤箱加熱 打開我們很迅速的就看到我們的 蝦子的甜味料 等一下它裡面很酷耶 它是這樣子一隻一隻 跟我想像中不一樣耶 因為我以為會是那個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之前開的好是多 大分量的東西 它們都是用一個透明的塑膠袋裝 然後就塞在一個盒子裡面 結果它是這樣一盒一盒就裝的耶 這個 保麗龍的聲音好可怕喔 20 30 100 100 100 哇 超多耶 好多蝦子了 我感覺我都變蝦王了 是蝦 蝦王還是蝦呢 超多的耶 就這樣煮多久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蝦蝦蝦 蝦蝦 好啦 我要下到 先丟個椅子下去 哇 它的油油 然後為什麼要用炸的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烤箱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如果要烤100隻 可能 我又要拍到早上6點了 所以呢 我就9成用炸的 然後另外10隻我會用烤箱烤 看正確的烤法烤出來的味道是怎麼樣 算是專業開箱吧 怎麼辦 真的好可愛喔 這聲音聽起來就是 你聽到了嗎 是我的歌聲 為什麼雞肉拍下架呢 I can't believe 你有聽… 等一下 你們有聽到聲音嗎 大家…大家有聽到聲音嗎 它在叫耶 為什麼會有音流彈的叫聲 被打撈上岸了 接下來就是要進到肚子裡了 我把它進烤箱 用它正確的標示的方式來烤烤看 7分鐘 上一次跳歐巴給大家 有些人不知道是什麼歌 所以我決定今天來跳個整套的 好了 這邊有什麼香味 完成 這邊是用不正確的煮法 就是用炸的 然後這邊的話是用它上面寫的烤箱 正確的烤法 我們先來吃吃看正確的烤箱烤法 等一下看一下 我覺得吃起來 就是炸蝦耶 它吃起來的裡面的口感是有點鬆鬆的 其實它麵皮裹得還滿厚的耶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蝦子的味道其實沒有很重 我來吃看他們附的沾醬好了 它附的醬吃起來很像導油 就是偏甜的醬油的味道 欸 還不搭耶 我們目前吃第一支正確烤箱的做法 我覺得吃起來偏普通 來吃一下用炸的 這個 我覺得用炸的比較好吃耶 我覺得這個咬起來的感覺又更酥一點點 我們看一下 真的沒什麼差耶 大家可以用炸的 因為用炸的速度真的是比較快 我覺得這個用氣炸箱 應該就可以逼出很多油喔 很認真說 我覺得比我之前開銷的那一款炸蝦好吃 很多 對吧 你沒吃到 我平常其實也沒有在買蝦子耶 因為其實我不太喜歡剝蝦 所以其實我臉不太知道說 這樣子是算便宜還是算貴 大家可以幫我解答一下嗎 它裡面的蝦子是真的是一整隻 然後麵液其實也不少 我來沾一下泰式醬 嗯 沾泰式醬比較好吃 不過這種剝好像很棒 而且它炸到它下面的這個嚼嚼啊 已經是可以吃掉的那種程度了 看得到嗎 欸 這隻好好吃喔 我覺得蝦子本身的香氣還滿夠的 而且咬得到它的那個口感 好 決定來配配看沙沙醬 沙沙醬料超多的 沙沙醬味道其實也還不錯耶 有點解膩的感覺 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沾泰式醬 因為我覺得泰式醬的甜味再配這個 我覺得剛剛好 我想說我是不是應該去逛個家樂福 或是大潤發或者是像 無印良品啊 IKEA之類的 其實也是有滿多 不錯的可以開箱看看對不對 看起來是不是很療癒 哇 其實這是很美的飲料 是不是很棒 沾醬 沾醬這樣子看 吃這個要小心 因為會很容易刮嘴巴 大家有看這次花花的四大洲的比賽嗎 無力結弦 短曲 破了新的世界記錄 我還有陰陽吃的那個 蝴蝶姐 Hello Kitty 我以前常常在漫畫裡面看到的人物都會說要去吃炸天婦羅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都不知道天婦羅是什麼 所以我人生第一次吃到天婦羅 而是在那種Buffet的地方吃 那時候好像也是那種炸蝦或是炸蔬菜什麼之類的 內心想說欸 這不就是炸物嗎 跟我印象中的炸物比起來還要再酥酥脆脆一點點 可是就有一種哇 哇 我也是漫畫裡面的人物的呢 我最近啊 決定要很認真去多搜尋一下這種髮酷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我頭皮非常的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化妝師是這樣跟我說的 因為我跟他們說我每次拍影片然後拍照片都會覺得這裡塗一塊 然後就說其實我的髮量沒有少 只是我頭皮實在是太白了 看起來就是感覺人家有點微凸微凸的感覺 後來我發現戴髮酷之後好像會有好一點點有遮醜的效果 而且頭髮可以隨便亂綁 而且一般品的那種蝴蝶接髮酷還不適合我耶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戴起來我就會覺得我的頭看起來很長 很像…很像土鳥蛋 水中油 要吃我 很奇怪的人 最近還有幾隻呢 九隻 十隻 十隻 快了快了 一把 萬仙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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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仙姐已經過沾了 這好像沾很久了 最近生活頻道其實拍了很多素材但都還沒有剪 之後會再慢慢上片給大家 然後大家不知道今天看我的影片有沒有發現我眼睛會一直眨眼 因為我最近有去檢查眼睛 然後我其實也有拍生活影片 我覺得我之後應該 應該有可能會滿常拍片戴眼鏡的 有可能啊 我也不知道 好 反正就是對 下一口 好 吃完了 我覺得整體對我來說比較偏向中規中矩耶 就是我覺得買來開箱 就是買來吃我不會覺得雷 但我也覺得沒有到驚豔 100隻的話等於是3.1盒吧 3.3盒 是3.3盒 1盒30隻 大概3.3盒吧 應該是吧 算數不好 真的就是有一點點人品烤 因為有一些蝦子吃起來還滿甜的 有一些就是真的就沒有什麼味道 反正是麵皮的味道比較重 不過我覺得它比較神奇的一點是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的油耗味 我個人呢是覺得嘗鮮 然後回購的話我覺得可能如果有要開Party之類的 我應該會買它 因為我覺得它的樣子其實看起來還滿漂亮 然後吃起來又不雷 不過就是如果是我個人要吃要回購的話 就比較不會這樣子 提供大家做參考 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好 開始 你為什麼還不判掉 我真的如此尷尬的一直哼歌 下下下